我们借着要点二再把动词的时态讲得更清楚一点 所谓的时态就是 英文的特色就是用动词来表达 不同的时间点跟时间的样貌 那时间的话 就是现在过去未来这三个时间 可是状态有四种 那四种呢 就是简单 简单是代表习惯真理 就是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进行事情正在发生 完成事情 从事情做完了 或是完成加进行 就是动作从过去时间点开始 但是现在还在持续中 所以四种样貌跟三种时间 那排列组合是三十二 总共后有这四十二种 那我们接下来要特别讲的是这十二种的公式 好我以动词take为例 然后就加上就是be动词 就是加上一些助动词啊 比如说be have sure will 好这种来表达各种实态 嗯 从最简单的来好了 现在简单是那所以第三人称是单数的时候 我就用text 那过去的过去简单式的时候 并没有 就不会因为人称而有不同的改变 就一律都用过去是took 然后如果是未来 未来简单式的时候 就只要加一个助动词well 就好了 这一组应该是大部分的同学都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进行事也还好 对不对 进行事就是be动词加ing 所以现在进行事的be动词 就要用成进行事 I 就是说I am taking You are taking 嗯 He is taking 好这个意思要改成消息了不好意思 那过去是的话就是在be动词 be动词做呃时态的改变 所以am are is的过去是就变成was跟war 好 was是第三人称的时候 或是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 复数形影的时候 那呃进行事 其实这边的进行事就是 都只是加一个will就好了 你需要shelten比较难 比较少见 你占标管就是一个will 然后后面加be动词ing 后面就是公式 你不管是未来进行 未来完成 未来完成进行呢 我觉得未来完成进行的公式都好办 就是你只要搞定现在进行事之后 在前面加一个will 然后他就变成未来进行了 例如说 进行事是be动词加bing 所以这边be动词加bing 可是未来进行事的话 只要在前面加一个will 好所以进行事其实我们也也蛮常见 进行事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ok 比较会你会搞不清楚的是完成式 好完成式 呃基本公式现在完成式的公式是has have 加pp所以take变成taken 好然后过去完成式就一样都是在注动词这边做变化 have跟has是属于注动词 所以他的注动词要变成has taken 然后你看完成式的话呢就是在 好就是这样子我把这个公式写下来 好完成式的公式其实未来完成式你都 都要用数学的概念一个简单的算式 呃完成式是have或是has加pp对不对 然后只要在前面加上一个will好 那这里will就是往下写will就就数学公式嘛 所以等于这个上面这个加下面的算式好等于will 那这边的has 假设如果是has的话碰到注动词will就要变成圆形嘛 所以变成will have加pp 好所以就变成这个公式will have加pp 完成进行式的公式是呃像演化来的好 请看上面哦这里这里这里 好因为那个不够格的空格不够的关系 好呃原本是现在完成式是has have加pp对不对 我们一样用数学公式来判断这个呃现在完成进行式的公式 其实第一个是算式has have加pp好第一个公式 那再来进行式的公式是什么是b动词加bing对不对 好所以b动词加bing重复的地方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b动词变成pp的形式 所以have has不变放下来b动词变成pp就变成has have 然后加bing 明暗局没有变放下来 就变成了这一个完成进行式的公式 那过去过去完成进行式 第二个过去完成进行式的话 就只要在has have变成是had的就好了 那其他的都不变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未来完成进行式这个公式是怎么出来的 好 我们先呃刚刚已经讲完的现在完成进行式嘛 好现在完成进行式的公式是have或has加beam加bing 那你加一个未来嘛 未来是所以就在前面加一个will 好所以will直接放下来就will 那这边的注重词have或has 如果你今天是用has的话 因为前面有注重词will 所以has就变成圆形 所以一粒就是will have 然后beam加bing是一样的就放下来 所以变成了will have been加bing 所以12时态的公式 只要大家能够搞清楚 就是用那个数 简单的数学算式就可以导出这个公式来了 刚刚说过 时间 时间 时态分为时间跟 呃 跟 跟 时间跟 状态 好 那 时间就是过去现在过来我们就不特别讲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状态 那四种状态 让同学会更加的了解 好 那 状态有分为 简单状态 简单进行 完成 跟完成进行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几个要点就是分别再讲 这几个状态 好 第一种状态是我们从一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就 就在学的 就是一开始这种最简单的句子 如现在是 简单式 例如说 现在简单式的话 它代表的是事实真理和现在的习惯 也就是像 事实例如说 Rose is a nurse and she's living too 好 我现在就是强调说 Rose现在是移民护士 而且她住在京都 当我用这样的现在简单式来表达的时候 我假设Rose可能在这近几年内她都是一名护士 我就是要讲说她现在这是一个事实 然后她现在刚好就是住在京都 那也现在简单式 通常我们会看到的是真理好 你要表达真理的时候 例如说太阳从东边升起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and the states in the west 这样子的真理是你不管事情 不管是过去 过去太阳 有些从东边升起 昨天从太阳从东边升起 现在今天从中边升起 明天也会从中边升起 那十年之后她也会从东边升起 这种时候我就用现在简单式 再来会表达是现在的习惯 好 所以现在习惯例如说 I eat lunch and twelve everyday 因为后面有一个每天 每天代表的意思是 你今天 昨天你是吃 在十二点吃午餐 今天也是 明天也是 未来的十个月之后 你也是都是这样子的习惯 所以你有发现吗 就是现在简单式 表达都是几乎很久不变的道理 那过去简单式 其实我们也都还蛮熟的 过去的事件 例如说Anna lost her purse last night 那英文的过去事件 通常在简单考试里面 都会有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 像这个是昨晚 Anna was a nurse ten years ago 好 所以十年前是个护士 很明显的讯号字是ago 对不对 所以我用wass的话 表示她现在一定是换职业了 她现在一定是换职业了 她现在一定是换职业 如果她现在还是护士的话 我可能会用意思 或是说 我可能就是换时态 我就不会用过去 过去表示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我才用过去式了 好那 你在看这个过去的习惯 Anna usually got up at 7.30 when she stayed in the small town 好 这两个动词都是用过去式 那我现在讲的是说 呃 住在小镇的时候 Anna通常都在7点半起床 那表示她现在 第一个 一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她现在应该没有住在小镇了 因为她这边 原本的stay的 她是用过去式 表示她现在已经不住在小镇了 我才会用过去式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现在Anna一定不是7点半起床 为什么 因为我动词用的是过去式 所以现在表示 就是 表示跟现在的状况不一样 只是过去的状态 未来简单是 这个我们从小就在学了 所以就不多说好 未来简单是 你就可以说 will加原型动词嘛 Peter will go to Washington tomorrow 那will也可以换成be going to 所以Peter is going to 然后go to Taipei tomorrow 好要点是 接下来是进行式 那进行式 我们最熟的就是只有 就是现在进行式 可是很多同学都很可惜 就是一直停留在现在进行式的概念 就是没有在 其实进行式 还有现在进行式 过去进行式 未来进行式 好 那现在进行式就是 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 例如说 Amber is talking on the phone now 因为有一个now 所以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Where are going now? 你要去哪里? 我正要离开了 I'm living soon 好 这里啊 你会想说 你为什么 你可不可以说 I will live soon 可以 可以 只是你用be going 用进行式的话 表达就是 这件事情 快要发生的 快要发生的 快要 快发生快到 就是几乎 就是几乎同时发生 好 总之你可以用来去动词 就是去啊 离开啊 这种的 go啊 come leave 你可以用 进行式 然后跟 或是直接用 未来 未来简单 简单未来式 都是符合文法的 大家比较 比较 比较难 理解的 应该是过去进行式 好 跟未来进行式 过去进行式的 那个什么 公式 你还记得吗 B动词加VING 那B动词的 租动词就换成是 was 跟world 好 表达 过去这样进行的动作 好 过去时间点是哪里 你看第一个例句 Ember was taking a bath at 8.30pm last night 好 过去的时间点是 昨晚的8点 例如我跟你说 欸 那个 Ember昨天晚上在干嘛 昨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 在干嘛 她说 昨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 Ember正在洗澡啊 她说 难怪我找不到她 我怎么打电话 她没接 大概是这样的情境 好 所以 过去的时间点 正在进行的动作 那未来进行是 我们比较少见到 公式的 我刚刚都有讲过了 就是 前面加一个well 然后就B动词加VING 这个意思就是 例如说 嗯 她说明天早上10点的时候 Ember将正在交书 那有可能是 有一个人要找Ember 说 欸我明天 明天那个10点的时候 我会去你家找Ember 就她妈妈说 没有没有没有 你先不要过来 因为明天早上10点的时候 Ember 将正在交书 你还记得我们说 未来进行是 其实中文也有类似的概念 就是将正在 好 我们用将正在来表达 所以 Ember will be teaching at 10am tomorrow 再看另外一个例句 When you arrive he will be sleeping 一样的公式是well 加B动词VING 她说 当你到达的时候 嗯 当你到达的时候 那应该是 这个When you arrive 应该是 过去的时间点 好不好 如果过去可能 早上10点的时候 你到达的时候 她会将正在睡觉 我们来做几个例题 好 看看你 其实你会发现 做例题的时候 发现检浸考试 其实实态 我没有考到很刁钻的文法 好 你看这个 the equipment 什么 I 这个是my purchase 这个字是my 你不要再被buy了 buy是不会考的 它会考的字是purchase the equipment 然后 什么 我在两年前买的 is under warranty 还在保固期内 这里我有看到关键字是ago 所以ago 所以ago的话 应该代表是过去是 过去是 过去是动词加ed 答案应该是b 呃 equipment 这个字一定要知道 under warranty 也是 在保固期内 warranty 是保固期 这个是检浸考试 很爱考的单字 来第二题 ferry service ferry是不是人的名字哦 它是渡轮 好 渡轮的服务 好 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靠船来运送跟接驳的 他说 渡轮的服务 什么 to live everyday except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s 好 如果那个天气不好的话 就不会出航 但是基本上每天都会 我有看到关键字是everyday 好 既然是everyday的话 应该要用的是 呃 现在 简单式 对不对 好 表达真理 不片的真理 就是 就是 习惯 然后 而且是不会改变的 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 必须要用 现在 那 现在的 只有 c 好 这里用过去式 就是 呃不 用被动式 is scheduled to 好 因为schedule是 就是定下 日期嘛 那 嗯 ferry service 是物品 所以他不会主动做动作 所以他说被 好 is scheduled to leave 答案是c 来第3个例题 the clearance cell 好 the clearance cell 那个clear clear是干净 所以好 把东西都清干净的拍卖 那应该是你有想到哪个 哪个意思吗 对 对 就是清仓特卖 好 清仓特卖 而且是on all items 就是所有的物品都清仓特卖 这应该是掉楼 打拍卖了 at max grocery grocery grocery就是大小 杂货店 然后就是一间生活用品店 这样子的 连锁杂货店 at grocery store 好 我有看到关键字是next sunday 下个星期天 既然是下个星期天的话 那应该要用未来试 跟未来试可以搭配的应该只有租吧 好 那will have schedule 我问你这是什么时态 have schedules have的 you have的是完成式 所以will have schedule是未来完成式 他说将已经 有将已经的概念 好 他说未来的这个时间将已经进行拍卖了 好 所以三个例题 你会发现 其实最难的就是刚刚那个十二时态 就是时间加上的状态 如果你都可以搞懂 然后把公司也都记起来的话 其实做例题就没有那么难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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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